观众朋友欢迎收看4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吉安乡110年防汛演习20号上午 在仁安村回篮广场热力的来登场 而乡总游诗珍也希望借由演练 让各单位能够迅速配合 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将损害降到最低 直升机帅气入场空勤队员利落垂降 各个细节不敢马虎全力抢救受困的民众 这是吉安乡公所20号上午 在仁安村回篮广场举办的年度防菌演习 这次的演练项目包括防灾宣导 器材预布 再请查报民众疏散病难收容等15个项目 来提升各单位在防灾整备横向联系 以及救灾动员整合的应变能力 在国际政府上任我们利用大山桥来做一个山上土石流的演练 109年去年在我们花蓮溪出海口 我们在进行一个出海物食以及一个乡间 我们这样救灾的演练 今天110年在我们回来湾开启的 我们最重要在吉安乡常常遇到的光荣村 测村荣光社区测村 以及我们华人海堤 跟我们风浪过大的一个乐场 还有居民啊这个彻底的工作 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后辈的林寸的主任 都陪着我们一起在这里 总是有很多民众无法跟我们配合 但是生命安全的财产 我们还是必须要具备的 乡长游淑珍表示 希望借由办理年度防讯强先演习 依据以往实际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形 加强各项防灾技术的演练 让灾害应变中心人员 能够更加熟悉应变机制 并在未来灾害发生时发挥效能 减少灾害损失 保障吉安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许丽琴吉安乡报导